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仿制德国的原先产的 STG44的.2步枪 大家一看这款步枪的样子结构 就可能会马上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像AK47 实际上这一款是在AK47之前设计的 是由德国的设计师设计的一款突击步枪 首先声明一下这款步枪它只是样子 样子是跟STG是一模一样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小口径 点二的小口径 所以说它的机线它的外形是一样的 但是它设计的子弹不一样 是小口径的小口径的点二 所以它是里面的构造 跟真正的STG44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么这款步枪是有非常有意思的历史 因为德国当时在设计这款步枪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希特勒的同意 所以说因为当时希特勒觉得还是喜欢那种 K98这种德国的非常有名的步枪 栓动步枪 但是在德国的武器设计师们 他们就在战场上面就觉得 K98的步枪虽然就说打得比较准 但是一般来讲他们在城市的巷战里面 很长的步枪 再加上打一发还要退一次壳 再上一次弹 比较麻烦 所以他们就秘密的设计了这款步枪 秘密的设计了这款步枪 但是一直都隐瞒着希特勒 直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 而且测试也觉得非常不错了 然后希特勒才知道 他们原来是在用他的经费 设计到这款步枪 这款步枪就是突击步枪 也就是说是可以自动射击的 这个是非常早的这种突击步枪 所以说当时是一个比较 具有武器战场上面 在战场里面使用的突击步枪的鼻祖 可以说是当然了希特勒当时知道消息以后 也没然后也确实看到枪的实用性了以后 并没有就是说很生气 他反而也大家赞誉对枪 而且还命名他 他就是stg 就是说好像是德语 你风暴的这种翻译 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希特勒给枪命名 然后迅速的装装备在前线 所以这款枪是实际上是在战场上面 确实在特别是二战的后期 在战场上面很常见 当然这个枪它设计弹匣 这个弹匣正规的就是当时设计就是38 那么弹匣的设计 很明显就影响到了AK47 和AR15的这种设计 所以他们这两款 就现在最有名的这两款步枪了 其实多多少少有受到这款枪的影响 因为当时它是第一个设计 把弹匣是这样子 然后是38 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保险 这个保险 这红的就是fire 就是可以扣板机 下面是保险扣不动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房子 在这里 上了弹以后 这个地方再打了以后 这个盖就打开了 这个有AR15 就跟这个是非常相像 这一块这一块也非常相像 所以AR15 AK47都受到这款枪的影响 而且有 就是流传了 因为设计这款枪的 德国的武器研制的工程师 是后来被俄罗斯俘虏过的 也就是说他后来在冰工厂里面 在俄罗斯的冰工厂里面服役 等于说是改造 所以他跟AK47的设计者是在同样的一个武器研究所 所以有很多传闻 就是说实际上AK47也是德国人设计的 当然一直都没有 因为设计的设计这款的 STG的44的设计师 一直到死也没有承认过 也没有说出来 也是不是他或者不是他 所以这个也只是一个传闻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枪的确实是在外形上面 至少和AK是很相像的 当然内部的构造是非常大的不同 另外这款 它是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当时是二战的时候 这个还是以铁标为主 它这个苗是可以左右跟上下移动的 所以它可以调整 然后这个苗 另外的前面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 它本来枪管应该是这么粗的 因为口径应该比较很大的 那么因为是点二的 它其实这里面是很细的 然后这里是它的苗 这一款的地方是它的枪托 枪托 在这个地方可以挂枪带 从这里穿过去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拧出来 这个螺丝 可以弄出来以后 这个托可以换掉 这个枪这块就可以拆 这个也就是非常的 就像拼装积木一样的 这个跟AR15还是有点像 所以多多少少AR15 AK47都受到枪的很大的一些影响 在设计上 比如说保险的位置 都还是很像的 还有盖子的位置 那么这把枪主要是用来怀旧 如果因为原产的 SED44 因为太贵了 所以现在现在的厂家 它就绑到了形状 跟着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会打威力比较小的 点二的口径 就像一个给大家一个怀旧的 像个玩具一样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